刚刚我们已经看过了那个下载一个网页的程式 那现在我们要来看的是怎么样子做一个下载一整个站的程式 那下载一整个站的程式或者是说下载整个全世界的网络 当然你硬碟要很大而且你要下载很久 那这样的程式怎么写呢 我们刚刚用了一个下载一个网页的程式是蛮简单的 但是其实就是只似乎叫webcline 然后似乎叫downloadfile就写完了 那你下载一整个站或者是所有网页的程式呢 你就必须要重点已经不在网络程式了 重点是在说你怎么样子有效的去储存这些网纸 那我们这个程式为了简单起见 我们不是用非常可以扩充规模的方式写 所以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把所有的网址都存在记忆体 然后就直接抓的方式 那因为各位现在的电脑记忆体也相当大 所以即使是这样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程式 好那我们这个叫webcline 好这个webcline 好那这里在以前我们学校的管制有用proxy 现在已经没有用proxy管制了 所以这程式就不需要再加proxy这一行 那我们有一个网址的资料结构 那这个dictionary这个我没有用 所以这个可以看掉 好那所以我们目前所要砍的战呢 我就以MSN为例 当然你这样做不是很好 如果你随便乱砍的话 人家可以告你 因为你妨碍人家的商业运作 所以我看我还是改一下网址 好那我来砍自己的赞 应该就好一点 好自己的赞 CS0 好这样子 可能会好一点 好那尽量不要妨碍人家的商业运作 你如果用那个砍站软体 快速的去砍人家的站 人家评官会好很多 好 那这里我们就物教这个cloud 那cloud其实 其实他的做法就是说 我一开始呢 我就只有放进一个网址 在url list里面只有一个网址 那我就把这个网址给抓出来 抓出来之后你会看到说 ok我就取出它 然后呢 然后呢 我把砍下来的那个网页呢 存在data这个资料夹里面 所以我应该去先建一个data资料夹 那为了 为了不要毁调哦 所以呢 我干脆就直接建一个webcloud的资料夹 然后呢 我把我们这一个程式给存进去好了 我用另存回 把它存到刚刚这个webcloud的资料夹里面 好存进去 那接下来呢 我再去砍站 但是这一个我就要在里面先建一个data资料夹 那我程式没有去自动建资料夹 所以你一定要先建一个这个data资料夹出来 给它用 那做好了之后呢 他就应该会一个一个去抓网页 那这里 这里有一些很重要的诀窍 而且我们其中考应该也会考到 是什么呢 就是regular expression 正规表达式 那正规表达式 待会我们给各位多做一个练习好了 什么叫正规表达式呢 就是用来可以比对字串的一种东西 那这个match函数就是我们写好的一个正规表达式的比对方式 他呼叫的是呼叫这个regs 就正规表达式的物件 那他会不断的用这个表达式去比对下一个你要的东西出来 然后你可以用m.groups.value 那看是要是要传回哪一个参数 比对到的哪个参数 那以这个例子而言 他是传回参数1 参数1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圆圆的框起来的这部分 也就是网址的部分 我们要传回网址的部分 那所以我利用这个正规表达式在抓网址 那各位应该还记得吧 我们我们一个网址是长什么样 一个网址是长像这个样子 一个网址是长像这个样子 A.H.R.E.F. 然后... 这个是网址 OK 那我们抓的是什么 你看他就是抓前面有空白 后面跟着H.R.E.F. OK 然后后面跟着等号 然后后面可能跟着这个双引号 然后接下来把这一段给抓出来 把这一段给抓出来 然后呢最后再跟着双引号 OK 所以我要抓的是这一段 就是A.H.R.E.F. 里面的这个点点点的这个这一段 那有了这一段抓出来之后呢 你就再把这一段的内容 再把它加回你的网址列 加回你的网址列 然后再继续去抓 但是 这一个城市到目前为止 其实他没有处理那个相对路径的问题 所以 他有一些绝对路径可能就 有一些相对路径可能就抓不到 那所以各位这边可能要 可能要待会碰到那种相对路径的情况 就要小心一点 那我们来试一下 我变异完 好 那他抓的到了一堆网址 对 抓到一堆网址 那也抓到了一些JavaScript 那但是那个 最后他没有 没有处理就会丢掉 就就会抓失败 那他就这样一直抓 一直抓下去 那他会抓到很多其他网站的网 网页 接下来呢 他也就一直抓下去 这个城市没有控制 只抓 只抓一个站 所以他会一直抓下去 那一直抓下去的结果 你就会看到你的那个 这个Data里面的东西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现在包含什么呢 我这个站 CS0 还有Delicious Dig SP1 然后Twitter Facebook Reddit 这些都被我抓进来 那你会随着他不断的抓 会不断的扩充 不断的扩充 那所以你会看到 OK 这里面的资料呢 所抓下来的资料会越来越多 那这基本上就是 感染软体的原理 只是我们这个没有去处理相对路径 所以其实还不算很完整 那各位去试试看 记得先建立一个Data资料夹 然后编译完之后 选一个网址 开始抓 那抓个一两分钟就好了 不要把别人的网站整个抓到挂掉 那就不太好 那各位试试看吧